顺莎的新教练吴选一正式开启投票 刘国良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那么张怡宁也是明确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说出了一番公道话 对接下来的比赛 顺莎她的教练到底要选谁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参订一下点赞 也欢迎大家投上你关键的一票 莎莎到底要固定谁当任她的教练组成员 那么提到顺莎她现在的主教练 可以说用两个字来形容 南场 可以说直到现在 那么顺莎她自从东京奥运会比赛之后 一直都没有固定一个核心的主教练 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打完之后 眼看黄海成 他是非常有机会去担任顺莎的主管教练 但是刘国良一直就是不安排黄海成来指导顺莎 他也是没有办法 黄海成心中也是苦 黄海成最初带出了陈梦 带出了顺莎 陈梦被马林给挖走了 顺莎她也不能当任沙沙的主管教练 所以说黄海成她看不到她的未来发展前景了 选择了离开 回归到了她的家庭 回归到了她的生活当中 因此现在的顺莎 自从奥运会之后到了四平赛 再到了WTT世界杯的决赛 一直都没有固定一名主教练 哪怕说刘国良他在WTT世界杯当中安排了陈起沙神教练来指导顺莎 但是沙神他直到现在也仅仅说是作为顺莎的临时指导教练而已 沙神陈起没有固定为顺莎的主管教练 直到现在刘国良都没有敲定最后的答案 那么现在来看 有五个教练比较适合担任顺莎的主管教练 其中这五个人当中到底要选择谁最合适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重磅的分析 还有进行明确的投票 你觉得顺莎更适合谁 首先第一个人是陈起 陈起作为杀神的主教练 目前来看是比较适合知道顺莎的 他有气场有实力 另外第二个人是马林主教练 马林主教练也具备这个能力 具备这个实力来带领着顺莎的 第三个人是肖丈主教练 肖丈主教练他是完全具备实力的 毕竟作为大满贯的教父 带出过大满贯的张继哥 现在也带出了王曼玉获得了四平赛的女当冠军 然而接下来肖丈他要负责带领着王曼玉 那么其实他再带一个人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时间方面完全可以分配的过来 那么到了第四个人 他就是孔令辉 孔令辉最近的比赛当中 可以说逐步的出现在了镜头的面前 逐步的跟刘国良取得了很紧密的联系 孔令辉大概率会回归到乒乓球堂的 赛场当中作为教练组的成员 并且孔令辉有可能会执教选杀 孔令辉作为大满贯的选手 作为大满贯的教练 他具备这个能力和实力的 最后的第五名呢 就是孙莎他在河北队的主教练 杨广蒂 那么杨广蒂 孔令辉 还有呢 陈启 马林 肖丈 这五个人 选出一个人来当任孙莎的主教练呢 现在来看呢 真的很值得选择的 而另外呢 我们还要了解到两个人 也是最近争议比较大的 那么孙莎呢 除了说马林曾起肖丈 还有孔令辉 以及呢 杨广蒂以外 还有两个人 那就是最近我们所要了解到的 马龙 刘斯文 甚至呢 有不少人提到啊 马龙 刘斯文 可以选择退役 可以选择去担任孙莎的主教练 那么提到这种说法呢 很明显是不合理嘛 马龙跟刘斯文 接下来要参加 WTT澳门的冠军赛的 两人 还不会退役的 还会担任乒乓球的运动员呢 更不要说 让他们去担任主教练 直到顺杀了 现在来看呢 两人还是平方球的运动员选手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从前面 我们提到的五名选手嘛 马龙他是具备足够的能力的 毕竟呢 是作为奥运冠军的选手 另外呢 孔令辉也是 接着呢 还有肖丈也更加的出色 还有杨广蒂主教练呢 也同样具备一定的实力的 但是你要说综合对比来看啊 我们可以综合 邓亚平跟张以宁的 重点评价 就可以给出答案了 刘国良呢 他之所以会在WTT世界杯比赛当中 安排陈启来指导顺杀 很明显嘛 就是让陈启来指导杀杀 看能不能夺贯 现在呢 得贯了 得到了验证了 所以说呢 刘国良的心目当中 早就有答案了 就是陈启 并且邓亚平跟张以宁 是怎么评价的 特别是张以宁 他就评价到了 顺杀现在呢 技术打法有了 最缺的是气场 张以宁也好 邓亚平也好呢 给到顺杀的评价 特别是邓亚平 提到了顺杀 他现在打法很专业 说白了 接下来只需要提升气场 那就非常的完美了 那么现在的陈启主教练 就是气场最强大的主教练 让陈启固定为顺杀的主管教练呢 目前来看 也是我个人非常支持的一个教练组成员 那么大家就认为呢 五选一到底 让谁来当任杀杀的主管教练呢 我个人选择陈启 你会选择谁呢 欢迎就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参加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呢 继续跟进探讨 下次见